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G节目 一刚开始我要说我是新闻从业人员 之前我有投考其他媒体的经验 其中必考题之一 就是政务部门跟首长到底是谁呢 谈到这里就是很简单的 今天要跟大家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5月20号即将上任的部会首长AI内阁 已经在最近分批陆续公布 有没有心意耳目一心 相信最近这段期间 大家应该也或多或少对他们有些认识 其实我记得陈水扁总统 他曾经说人民公服 我觉得政府还是一个专业领军 政策还蛮重要的 怎么做 这个国家会不会进步 还有政府是不是有效率 还得请听或回应民意等等 这些行政部门真的要带头往前冲了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立法部门 他们会来监督拥有权利 但是如何解决问题 我想这是民众选票选给你的最重要的一个托付 市政成绩也会展现出来 在今天我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到我们台湾师范大学 公民教育与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 从政府组织运作来观察怎么样发挥工部门的效能效率 非常欢迎曾教授你好 各位听众好 主持人好 好 因为我的节目主轴大部分就会探讨两岸的事物 台湾中国大陆所发生的 其实对于所谓的政府部门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我们谈的比较多 比如说习近平 谈的所谓的习家班的人马 那今天呢要大家好好的来认识我们的下一任总统 就是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5月22日即将正式上任 内阁团队因为他找到了 其实也是在政坛 大家对他也不会太陌生 就是卓荣泰即将是我们未来的卓内阁 那给AI内阁 那因为在两岸当中 其实我们会常常提到两岸的政府政策 这一次的内阁的名单呢 是分六波来公布的 我想首先要先从两岸相关事务的人士说起 因为施政重点就从这个两岸国际 其实在这几年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变高了 当然也有台海情势 有两岸的一些互动交流 那我们来看像总统府秘书长林嘉龙 未来他会担任我们的外交部长 国安会的秘书长孤立雄将会接任国防部长 文人部长他也不是第一个 那现任的海基会的副董事长邱瑞正 即将担任陆委会的主委 那么在国安人事布局方面 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会回政国安会的秘书长 国安局长蔡明燕留任 你觉得他的用人的部分 会是一个着眼什么样的方向或是目的呢 考量 是的 我想两岸及国际事务的部分 主要可以称之为是国安团队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跟总统 这个有高度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从这一些两岸及这个国际事务的这些 内阁阁员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主要都是一些比较富有经验的这些阁员 那他们先前大部分都是在政府部门里面 已经有服务过了 然后他可能分别是在外交部 或者是国安会 国防部 或者是海基会 陆委会 他们不管怎么样 先前都曾经在这些部门里面 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职位上面 都曾经在这些相关的部会里面 或部门里面认知过 那我想这个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可能我们从这个结果来观察 手中的就是能够手忍这个业务 然后能够立即上手 那为什么手忍业务或立即上手是这么的重要 我想我们再往前推一点 可能是跟我们目前的这个两岸关系 或者是国际的格局有关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判一件事情 在未来的几年内 不管是美中台三邦的关系 这个美国的印太策略 或者是中共对台湾的这一些施压的问题 很可能在未来几年 大概都不太会有很明显的改变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过去以来 熟人这些业务的官员 他们彼此之间 在业务上面的累积的经验 就变得很重要 但是位置可能需要怎么样 做一些大风吹 所以可能国安会的人 就可能会到国防部 或者说本来是负责这个外交领域的 可能又会做一些rotation 那这么做的话 可以让他们从不同的视角 那可以在合作上面 一方面比较上手 二方面他们坐过类似的位置 所以他们彼此在合作上面来讲 就比较能够合作无间 因为如果说某些位置我没有坐过 难免会有本位主义 我自然会从我的角度去着眼 那这个在合作末期上面来讲 就会受一些影响 所以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熟人业务 二方面可能也有一种异味的 就是所谓的菜归类水 那当然我们最主要原因 我们有一个老大哥 美国在旁边指导 不可能说这个完全摆脱 美国的影响力 那在这样的民进党跟美国的关系 也是过去以来 算是最好的一段天秘时期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想对于这个两岸关系 或者是美中台三方关系的 处理上面来讲 会比较稳健一点 是熟人相关的事物 那在沟通上也会比较顺畅一点 也会让大家对于两岸关系 未来还是一个稳健的 而且蔡英文总统 他所走的路线也是 赖副总统在竞选期间有说 在未来两岸路线 他会走我们蔡总统的路线 有几个坚持有几个支柱 我想这个我们未来都可以慢慢来检验 在国安人事方面的一个安排跟布局 其实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专业很重要 熟人事物也很重要 过去在我们会期待 是不是有一些让人眼睛一亮的手掌 大家对他期待很高 可是也有一些第一次进到这样的团队里头 也许需要一点适应 大家期待太高了 就会觉得他的表现 大家开始就会打分数 这在台湾其实是还蛮严酷的 不要先说经过立法部门 立法委员的直询 光是在媒体也会有打分数 所以我们今天整体来看 就是我们知道未来的行政院长是卓荣泰 副院长是曾经也当过立委 那也是担任过文化部长就是郑立军 对还有国发会主委 过去其实我自己认识他是在台经院 他当一个研究员 之后他也有机会进到公布门 也已经很久了 行政院发言人未来就是赖清德竞选总部 发言人陈世凯 行政院发言人其实还蛮重要 要知道政府推动事务 每个礼拜会有一个行政院院会 就是各部会首长都会来参加 还有这个六都的首长也都会来参加 内政部长是刘世芳 交通部长李孟燕 文化部长是大家熟悉的作家 比明小野的李远 那还有很多在各个领域 特别在财经部会有不少 从食物界来这个政府团队 我们大家以后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就老师您从这个政府的效能来看 就是说用人的思维 专业前提之下特别重视 这个食物经验好像也蛮重要 刚刚我们就有谈国安人事这个部分 否则其实以我们记者在过去采访经验 或是听到一些专家学者会说 学者当然有非常专业的理论 看法 但是有人会开玩笑说 就是关起门来 然后拧定政策 有些政策根本就是施展不开来 老师你会对这个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 我想这个政府的用人思维 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用人要专业 那这个大概没有太多的一个争议性 不过要多补充一点的就是说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专业 足以cover掉一个部会的相关业务 你即便出任一个财政部长 大概也没有一个学者懂得 所有财政部里面的各个 而且他底下还有很多的附属单位 但没有一个人可以懂这么多的专业 那所以这个专业的部分就变成是一个 当然你不能找一个完全不懂 完全沾不上边的人 不过我的意思是表示说 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更重要 第一个就是可能一方面要对于这个公共议题要多一些关怀 而不是只是纯粹走这个学术理论的部分 他平常就关注一些公共事务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内阁的部分 有一些阁员他们或者甚至之前的这一个部分区的立委 你会发现到说民进党用人 有一部分会考虑到说他平常社会的贡献 就社会影响力的这一块 那因为这部分可能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判断力会比较好 因为做一个阁员他不是只有专业 把他自己的位置东西顾好 重点是他要能够乘上起下 他要能够把这些有问题的部分 他要能够做比较好的判断力 所以另外一方面加上遇到一些问题 他可能要出面去做一些沟通 做一些协调 所以他可能譬如说像这个疫情的期间 对不对 那我们会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可能就要把这些专家都要能够call来 那所以很多时候都底下的文官 事务官他其实就可以去执行 但问题是上层的那个思考的架构 或者这个统合的能力 或者说这个他的号召力 把外部的意见能够纳进来 那这个可能就变得比专业还变得更重要 再来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届的用人本身 有一些部会首长会被留下来 那我们可以讲说主要原因是 可能他跟执政党的理念很接近 然后他过去的回应能力也不错 还更重要一件事情 他可以贯彻高层的一些意志 那因为选举出来你没有贯彻的话 那这个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还有一部分是可能很重视这个国家的认同 那还有一些可能要考虑到这个派系的 这个平衡的问题 那有一些的部会首长他可能是过去 就跟未来总统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 譬如说这个我们的足迹长 或者说像这个交通部长 他们过去可能都跟准总统 有相当的一个合作关系 所以这个都有可能是构成 政府用人的一些思维 会考虑到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一个部分可能要培养人才 因为有些时候你如果 要考虑到未来怎么样子去让更多的人熟悉 或者说到这个地方去服务 那这个都要去考虑到的问题 好我就做一点补充 像刘润的部会首长刚刚提到 像财政部长庄翠云 那乔委会的委员长许家清也刘润 还有人事行政总处人事长苏俊荣 那乔委会主委管闭领也都是刘润的 至于说能不能够有些实务经济观察 其实像劳动部长何佩珊 他之前担任行政院副秘书长 大家也可以来观察 那实务经验的 我刚刚有提到在财经部会 像经济部长郭之辉 他是从业集团董事长 国发会主委刘敬钦 他是资程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 金管会主委彭金龙 政大保险系的教授 还有很多优秀的这些人才 都被网罗到AI内阁 所以其实就是实务经验还蛮重要 讲白一点就不会乱闯 就是会做错决策了 但是开创思维好像在当代 就是要做出成绩也可能会被一些人所期待吧 是的 那这个开创性蛮重要的 那这里面我想比较明显的应该是经济部长 因为他来自产业界 那过去我不记得 国民党时代还是先前的也有一些是产业界的人 进到政府部门里面来 那这个就会牵涉到主持人刚才所提到的 用产业界的人竟然他有一个好处 比较接地气 不过产业也分很多 那二方面呢 熟悉业界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他可能比较不了解这个官僚体系的一些规则 他的一些 譬如说繁文汝捷 然后有很多的行政程序 还有更重要一件事情是 在政府部门里面 就是要会牵涉到很多多元价值 多元的利害关系人 但是在产业界里面 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赚钱是最重要 但是在政府部门里面 不是只有说赚钱就好 你要考虑到社会公平的问题 你要考虑到分配的问题 所以这个情况底下 部会之间的他往往是会互相打架 你盖一个科学园区 那就会可能对农民来讲 或者你发展这个光电 发展绿能 对不对 那可能会影响到这个渔业 会影响到农业 那这些问题啊 其实到最后都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团队合作 所以你很难期待说单一的一个部会 谁去担任这个职位 那他就可以发挥很大影响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是要跨越合作 因为所有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你看诈骗就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警察或警政署 或者是内政部 一方就可以搞定了 他已经是牵涉到跨部会的合作 所以这个时代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是 团队合作比一个人是谁啊 他还来得更重要 但这并不是说那个人不要专业 而是说他还有比专业更重要的事情 是 就是说他不会外行领导内行 但很重要就是说 现在的事情 有些事情不是单一的部门 就可以搞定的 就可以去解决的问题 就是跨部门要协调合作 虽然刚才我有告诉听众朋友 行政院会每个礼拜四都会召开 大家都会来开会 但是开完会之后 散了之后呢 到底做些什么事情 是不是也能够有跨部门的沟通协调都非常非常的顺畅 这对整个一个政策的运作是还非常重要 所以用人为才当然也是 我们常常听到 不管是哪一任的行政院长在说 我所选的人都是用人为才 但是思考的一个面向 或实际上任用的人是怎么样 我想民众就会开始回答成绩 再慢慢来解释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2RNG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台师大 公民教育领导学系教授曾冠球 带我们一起来认识520即将上任的赖总统 他所任命的行政院长卓中泰 所带领的这个AI内阁 然后这AI内阁其实就很接 现在产业的趋势很夯的话题 大家又觉得行动内阁 那AI那怎么样让这个效率更提升 不过效率更提升的同时 其实我们是行政立法 这个很重要立法院都会监督 那我们在1月份的选举就选出了 在国会是一个国民党是居多数的 接下来是民进党 另外具有关键少数是民众党 就有人会回到 过去曾经有所谓的嘲笑也大 那或许情况也不尽然是相同了 所以这个立法协调折冲是相信的重要 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行政院长 是民进党前主席 或许听众朋友也会看了一些 有关他的过去的一个处事个人的风格 不过老师整理来讲 我想这是一个团队 你会怎么样来看 在国会这个部分 好像最近就有一些事情 有时候要提案 大家就各说各话 到后来就没有办法成功 这个是不是一个蛮重要 可能会让施政成机会稍微打点折扣 是的 那我想这个牵涉到520以后的宪政运作 特别是把焦点放在 宪政跟立法之间的关系 那未来可以预期一件事情 是国民党一定是会强力监督 那二方面接下来他们也可能会为这个地方选举 去做一些布局 以便让这个立委能够有好的一点的表现 所以这强力监督是肯定少不了 民众党部分是扮演一个关键少数的角色 但是民众党来讲 对民进党执政党来讲的一个挑战 是在于说比较不确定会比较高一点 意思也就是说 个别民众党员的一个意见 或者是党主席柯批的意见 这可能会主导了整个民众党的对哪些议案上面 他们的一些态度 那这个对民进党会构成一些挑战 那我们没有办法否认一件事情 下一任的内阁在立法院的这个部分 会遇到很大的一些挑战 比较好可能的一个预期就是说 要少一些争议性的政策 因为比较不好的状况就是政策会空转 那比较可以减少政策空转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少一些争议性的政策 多一些民生法案 那或者是要多一些权力的共享 也就是说民进党可能要把某些权力 这个释放release给这一些在野党 让他们多一些这个 因为政治本来就是一个交易 本来就是一个 那所以在过去 这个你一党独大的时候 不需要去讨论这个 但是现在面临到的一个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必须要跟这个在野党 多一些协调沟通 多一些权力的共享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虽然是朝小也大 但是这个也不意味着 民进党执政党 他就好像就注定了 处于一个弱势 因为选举完以后 主客观环境一定是一直持续在变动 所以在某些议案上面来讲 如果说执政党觉得这个东西 是名气可用 也就是说他们的正当性 是来自于公民社会 所以对某些议题 如果说站得住脚 相信这个做法是没有错的话 其实这个执政党还是可以 诉诸公民社会的力量 所以这个部分也不见得说 就非常的悲观 但整体来讲 少一些意识形态的政策 可能对于政策的推动来讲 会比较要帮助 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阁源也要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能力 大概就为自己的政策辩护 因为你知道一件事情是 在你讲什么样的话 做什么样的事 都有可能会面临 很大的挑战的情况底下 你们要怎么样的去展现 这样的一个政策辩护的能力 那可能对整个政党的这个形象 也是构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好 希望这个朝野的恶斗 不要再出现过去 这衰变总统任内的确是这个样子 我们那个时候在第一线跑新闻 很痛苦 在立法院 我觉得好像国会都是空转 政策都是在空转 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浪费在这里头 攸关民生的这个法案 能够多提出来 希望能够政策都推动顺利 看到赖清德他找来的 行政院长周中泰 那他再去找他的内阁的成员 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公布了 他的这个内阁名单是分批的 像刚才我有提到了 这些内阁的成员 那另外还没有提到 教育部长郑英耀 法部长郑明迁 这个是在第二波公布的 第一波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行政院政府院长 国发会主委 第三波的内阁 当然是财经居多 刚才有提到部分 那还有国科会的主委 吴承文 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 陈清德 第四波的内阁人士 有彭启明出任 环境部长 那么邱太元出任 卫福部长 古秀飞出任 客委会主委 曾正永出任 袁明会的主委 内阁人士第五波 有这个行政院主纪总处 主纪长台南市政府 研考会主委 陈淑兹 接任刚才教授 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怎么样用人 守忍业务 那可能也熟悉 大概过去有一些默契 农业部代理部长 陈俊纪是争除的 另外还有国安人士部分 就是最后一波公布 这个在一个新的内阁 即将展现他的战斗力的时候 媒体公布之后 会对民众的期待 或是在政治上 所示出的一些效果 跟影响会有 比较好的动力期待 是吗 是的 因为人是很关键的一部分 那背后展现的这个政策的走向 那当然是leadership很重要 那我想这边有提到 分阶段的陆续公布 我想不外乎是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 各位可以想看 我们行政院部会 应该29还是30个部会 这如果一次公布29个人的话 大家记得住 绝对是记不住了 所以他一定要把相关的几个部会 grouping在一起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让这个亮点能够聚焦 所以让大家的讨论 可以聚焦在某一些 可以让这个亮点能够发挥的一个地方 但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避免一些负面的冲击 因为用人的部分 也会牵涉到 总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不管是用谁 对不对 卫福部长 这个一届人士也绝对会有不同的看法 产业界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如果说分阶段公布的话 可能也可以降低这个 不管是来自派系 还是来自于公民社会 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所以可能也可以减缓 可能的负面冲击 不一定有冲击 但是可能会有些负面的冲击 不错 一下子没有办法认识这么多人 亮点聚焦 那另外还可以减少一些负面的效应 把他的情况给去除掉 那最后我要谈的是 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政府是 民众的选票选出来 当然一定要回应我们的民意 那就是会看到一些 包括我们台湾自己 我们会观察 还有就是说一些国家 会不会有一些不重视 或太重视 但是民意呢 结果他的情况 政府的运作 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的有效率 我不晓得这几年 是不是会有这个情况 回应民意应该怎么样拿捏 才能够掌握到 一个比较好的政策推动 是 那我想我们目前的 回应民意的这个问题 有大概有几个点 第一个是美中台的 这个三方关系 如果从国际的角度来看 美中台的三方关系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 像禁令碳排的议题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这个精英 或者一些社会 先来就提到说 这个禁令碳排 这个压力很大 那我们政府做的东西 速度比较慢 或者说像这个能源的议题 这个能源政策 或绿能的政策 那内政的部分 经常为人诟病的 就像这个诈骗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少子化 造成的这个学校的 这个倒闭的问题 然后劳保破产的问题 还有一直以来就很难处理的 那个低薪的问题 高房价的问题 这个都是一些重要趋势 那我们现在政府部门 有一个媒介 国发会底下有一个 公共争论参与平台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制度 就是说民众可以提案 提案之后达到一定的门槛 也许是5000人 那政府就要出面去回应 没错 那这个部分都有助于 去让政府的施政 能够跟民间之间 去做一些衔接 我们的民主 应该不是只有在投票日 当天才有民主 不是只有选举总统副总统 是在政策上面 或者是在行政上面 他就应该要能够接地气 那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这个都可能有助于 在民意的判断上面 举个例子来讲 只有一个人提案 但是复议的人 寥寥300个人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可以显示出 这个提案怎么样 没有太多人重视 但是相对来讲 一个提案提出来 但是复议的人非常多 而且短短几天 就可以复议非常多的人 那或者说 在其他的社群媒体 的这些平台上面 我们也看得出来说 这个声量 甚至晚上八点的 这些政论性的节目 都不断的在炒作 那这个时候 你大概感觉到说 从各方面的角度来看 这一个民意 可能是高涨 那可能政府就必须要 率先优先 去处理 去回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大概就是在 我们在讲这个 拿捏的问题上面来讲 可能会做的 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好 今天我们从这个 未来即将上任的 新的内阁成员 点出这些 为了大家可以认识的 我们的首长 看到我们的民意 目前其实有几个 很重要的问题 老师帮我们点出来 就是我第一个谈到的 就是我们的对外 跟国际之间 美中台赛 没关系 再者 金领碳排很重要 台湾是一个 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 速度一定要加快 还有诈骗 大家生物统绝 怎么样可以用 我们的高科技的能力 去出于这个问题 还是说要回到一个 比较根本的问题 来做一些处理 我想这个问题 是非常深层 跟综合性的 还有低性的问题 我想在选举期间 大家会提出来讨论 但不是因为选举结束了 我们就认为问题不在了 还是在的 好 我们在今天非常谢谢 台湾师范大学 公民教育与领导学习 教授曾冠球 针对520AI新内阁的 这些部会首长 那我们的新的政府 即将带领台湾 继续往前进 从新的任命 我们看到 新的政府有哪些思维 非常谢谢 曾教授 您的观察解析 谢谢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好那么以上 就是今天 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节目尾声 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收听节目 除了透过 央网的官网之外 您还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on 还有Google 播客 还有Apple的收听平台 当然如果听众朋友 对节目有任何 保贵意见的话呢 也都非常欢迎您 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您可以来信 传统新件 请您寄到台湾 台北市 北安路55号 写给两岸 安局节目收就可以了 另外呢 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 加入 两安局节目的粉丝团 您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 打上 两安局 来搜寻就可以了 晚上就是今天节目 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